無金的國民黨要再回來囉 我們比前的台灣 我從小時候就看那個成績 每次 我們台灣的同胞 我們台灣的母親 我實在是 點評藍綠造勢 都靠意識形態動員 柯文哲廟口開講 即興演出 我從小時候就看那個成績 每次 我們台灣的同胞 台灣的母親 我實在是 是這樣 小時候我也在那裡看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終究希望台灣 成為一個理性物實科學的社會 三度提及自己小時候 柯文哲的話 台下支持者一片就好 只是這畫面 看在民進黨眼裡 不是滋味 同為新系的林俊憲 更替陳菊報區 直言柯文哲跟陳菊 只差九歲 陳菊是在被釋放後 才頻繁在公開場合 宣講造勢 算一算 柯文哲口中的小時候 也已經要三十歲 如果你只有十歲 那你是小 三十歲也是小 現在六十幾歲了 仍然像媽寶一樣 專門在 那不是說八道 選中文的人 可以像小一直這樣任性 這樣不要講話嗎 柯文哲他其實在否定的 是他自己曾經號稱的理想 否定民主 否定改革 我們認為上一個總統候選人 粗鄙的程度 到了這樣子一個無下線的情況 真的讓人家很難置信 班基柯文哲 要是沒陳菊 現在拿來機會選總統 民進黨部分派系 深遠陳菊 那一度跟陳菊 情同姐弟的賴清德 有沒有話想說 柯文哲公開模仿 山校陳菊會不會心疼 安慰的話 罵人的話 賴清德現在似乎不想講 至於民眾黨 把子回應 斷章取義 借體發揮 七五月新聞 李國鎮卻宽柔 台語報導 Monte Carlo 富田 美 簽 rich 琊